9号是石门与日本美兵艇交流最后一天 准备出发去机场之前 在石门区公所是进行了30周年交流的送行茶会 学生和工作人员相处一周下来培养了好感情 离别前中日学生们都很不舍拍照交换伴手礼 场面好温馨 石门区与日本美兵艇缔结姐妹是30周年 来自日本的贵宾在台湾交流一周 今天是最后一天 准备出发去机场之前 来到石门区公所进行30周年交流的送行茶会 学生与工作人员们相处一周下来培养出好情感 茶会上除了回顾这一周的活动影片 中日学生们也纷纷离情一一的拍照交换伴手礼 不一样的地方除了一些离情性的拜会参观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了解我们在地的生活 跟在地的文化跟艺术 那透过DIY和彼此之间呢 可以建立更深厚的一个情谊 那地姐姐妹是其实我们认为 除了促进彼此之间的这个文化交流之外 也能够为我们的学生拓展他的一些国际的视野 就是对同学来说呢 他们透过这个技术交流活动 可以体验到各种不同国家的文化跟习俗 对他们来讲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 石门区与美兵厅友好30周年 今年特别不同的是在活动交流规划上 还加入了能源探讨观光产业交流 教育特色的学习以及风筝肉粽的体验 贴近石门在地最真实的人文与风情 我们的技术家庭的家长 把我们的美兵孩子当作自己的小孩来照顾 然后带着他们去体验不同的美食 到士林夜市以及淡水夜市 那美兵的孩子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那把这个交流活动不只是学生跟学生的体验学习 也成两个家庭能够彼此互相的关心跟照顾 变成一个很永续经营的一个交流的活动 在今天最后一天的茶会现场 中日代表也发表感言 气氛是相当的温馨 就连Homestate的技术家庭父母也搂带到茶会的现场 要一起送送技术在家的孩子 因为这几天相处下来 日本的学生都变成像自己孩子一般的亲切 透过学生与学生间的交流 家庭成员间的感情也变得更紧密 期待明年到日本的活动交流 学生们能够再续友谊 也要向下一个30周年里程备来迈进 记者大品寒时门采访报道